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四經金句就是 普叫你所行的善,不時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 是來自《廢力盲書》的十四節 可能有些兄弟姐妹已經留意到了 咦?沒有第幾章的 因為《廢力盲書》 是保禄所寫的書信中最短的一封 只有一張,所以沒有第幾章第幾節 只是十四節,這樣就可以了 這封書信寫給他的朋友,廢力盲 廢力盲是一個相當有錢的人 可以說是一個奴隸主 其中一個叫奧賴色摩 之前他就逃離了廢力盲的府邸 去遠走他方 輾轉不知為何呢 成為了嬌徒,領了世 甚至在保禄周圍幫保禄辦事 但是保禄也知道奧賴色摩的底細 知道他來自廢力盲 我又認識他的 於是他怎樣? 打法奧賴色摩回去廢力盲 那裏 不是這樣叫奧賴色摩留下自己 你幫忙做事 不是,他說打法回到你那裏 很小到你所行的善 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禁心 在這裏我們很明顯體會到 重要的不是做那件事好不好 而是你什麼動機 動機很重要 比如說你捐錢幫很多人 但是原來你是沽名釣魚 那就不行了 或者甚至使自己有一個好的形象 之後呢 或者有些機會可以賺錢 或者別人會讚美 這些是不對的 另一方面 保禄所體重的 不是廢力盲做一件好的事 或者沒那麼好的事 而是廢力盲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是不是甘心 因為如果甘心的時候 他會成長 所以保禄所重視的是 做這些善事的人 有沒有這份甘心情願 是真的出於愛的 唯有這樣才可以使得 人成長成熟 希望我們都一樣 聆聽保禄給我們這份教導 和邀請 是什麼呢? 好叫你所行的善 不時出於勉強 而是出於甘心 廢力盲書十四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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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